不過辛苦兼拆算的錢 小心不要被騙走了 藝人董志成今天也差點被騙 他收到好朋友胡瓜 傳來的手機訊息 上面寫說急需用錢 希望可以借85萬 董志成他是二話不說 到銀行去匯款 還好這個時候 銀行行員急緊提醒董志成 被騙了才化解了危機 綜藝大哥胡瓜和藝人董志成 主持節目長達10多年 好交情自然不在話下 29號董志成在通訊軟體 收到胡瓜的借款訊息時 不宜有他 立刻到銀行匯款 幸好急緊的行員提醒 立刻打了通電話 向胡瓜確認 才發現果真是騙局 藝人遇到詐騙事件層出不窮 藝人馬國賢也在節目分享 信用卡曾經被盜刷30幾萬 他抓了一隻手機 iPhone手機 多少錢 3萬多塊台幣 他說不刷越多 他想騙你 一定騙不到我 你是不是不回你 你是不是騙不到我 就第四名來 他說還電腦 10幾萬 無獨有偶 藝人林彥均也分享了 媽媽投資生意 最後卻發現是 老鼠會的慘痛經驗 他是一開始先被 入那個什麼老鼠會的 就是你進去 然後他要你繳一筆錢 然後繳完之後呢 他就說你要拉下線 對 然後如果你不拉的話 你那個投資進去的錢 你就沒有辦法回收 藝人分享慘痛的詐騙經驗 也提醒民眾 遇到類似的情況 可得睜大眼睛 別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聊八夜軍演台北報導 找到 找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